我們看這題 這題是一個三角圖 A,B,C,D,H5 這是一個三角圖 而且它那個底面 跟底面的話 都是一個正三角圖 邊長都是2 那在B,C取一個終點M 在AM取一個終點M 對,這個高 高是等於根號6 R再取1點 那它是要問 這個角M,M,E 這我令它等於Sida 它的正弦子是等於多少 J,C,E,S 等於多少 那現在我要怎麼做 我要把這個M,N長路 求出來 M,E長路 求出來 那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M,E M,E的長路也求出來 這兩個比較好求 那M,N比較不好 M,N的話怎麼看 M,N我現在做骨珠線 因為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我有點點的話 連接M的話 這剛好是正三角形很高 正三角形很高 他們知道 這個AD跟這個正三角形垂直嗎 所以AD也跟AN垂直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我就知道 M,N,N 的平方 跟AM 平方 加上AN的平方 AM的話 知道 這個AM是 因為這個終點 所以這一塊是這個一半 所以這個是二分之更好六 安是正三角形的高,邊長是2 所以高的話就等於2乘以3多長成60度 這正三角形是60度,乘以2分之3 所以安是等於2分之3 這是A的長度 所以我平方以後 這個平方是等於4分之6 安是等於更號3 更號3的平方是3 所以4分多少 4 3 12加上6 所以是8 所以是等於2分之9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M1 這個M1 是在這個A B E D的平面上 因為這個AD跟這個面也是垂直 所以這個是指甲 所以這個M1 平方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M D的平方 再加D1的平方 好,M D是等於2分之6 他加D1 D是正三角形的邊長 所以是2 2的平方 這是2分之3 這是2分之3 2分之3加4 所以是2分之3加4 4的話就是等於2分之8 所以是2分之11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A B E 那A B E的話 是在這個V C F E的平面上 然後呢 這個V C F E又跟三角形 M E C垂直 所以這個也是直角 所以這個也是直角 直角三角形 然後這個M E是斜面 M E 不是喔 M E才對 不是M E M E M E是斜面 M E的平方 等於V E的平方 再加V M的平方 好 那V E呢 是等於整個高 高是更好6 平方是6 那V M呢 V M是這個邊長一半 邊長是2 所以這是1 再加V E的平方 所以這是7 好 那這樣做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算出 cos 系統 cos 系統 是等於 2倍的 mN 乘以那個 mE 余顯定理 我們是mN 平方 加mE平方 減掉 減掉 sita的對邊的平方 mE的平方 那這樣做出來 兩倍的mN m的話 就把這個開根號 根號9除以2 再乘以mE mE把這個開根號 11除以2開根號 分之mN平方 mN平方 mN平方 就是這個平方 2分之9 再加這個平方 2分之11 那減掉mE平方 mE平方 mE平方是7 那這2可以消掉 這是3跟11 3跟11 那上面是2分之20 2分之20 就是10 然後10 減掉7 是3 那3 約掉 所以大概是 根號11分之1